一個內地男人聲稱可以協助他人內部認救股票 騙除30萬人民幣被施警拘捕 案中嚴犯和被害人在娛樂場認識 嚴犯聲稱由一間生物科技公司雜資在香港上市 並提出可以內部認救公司股票 游說被害人投資 19年6月取得回報 沒有說多少 隨後事主再次追問嚴犯有關投資的情況 但以不同的借口拖延 認為被騙到警局保管求助 施敬在路騰一間娛樂場接獲嚴犯 他否認曾經要求被害人投資 並鵝稱涉案價30萬元是被害人借貸給他賭博 施敬以相當具額詐騙罪將嚴犯移送檢察院徵辦 另一名是本澳洲讀的內地女大學生 在網上認識一名人士 並發展成網絡情侶關係 對方聲稱會寄來一個郵包 但需要事主支付超重費用 和進口關稅等多項費用 事主應對方要求支付金額 之後懷疑被騙報警求助 損失近21萬元人民幣 歐廣斯記者余批音報導